九合一选举决战嘉义市二中央社记者江俊亮嘉义市26日店前嘉义市长黄敏惠或国民党提 名、重批战袍,对于有人说他是回锅肉,黄敏惠回应,只有真正好菜,才值得一再品尝 黄敏惠接受中央社记者专访时表示,对于外界的回锅肉说法,以及进来党内同志退党餐 犬,他都以平常心看待,毕竟我不善于打嘴骨,何况犬举口水更不是我的专长 不过,黄敏惠还是在脸书费斯布克粉丝专页上幽默地贴上衣 张回锅肉照片,并写上每一个妈妈们都有属于自己的回锅肉食谱 他说,再度参选市长,是背负市民的期待,嘉义是我的家乡,有良好的体质 很多市民朋友都鼓励我再回来带领嘉义市,找回属于嘉义市的光荣感 但他坦言,市民的鼓励,让他感动,也一度让他犹豫 黄敏惠表示,三年前卸下嘉义市长职务后,就回归家庭,陪伴母亲,丈夫,孩子 也担任国际特奥志工,看到特奥孩子努力执着的态度,纯真的笑容,心都快融化了 他笑着说,而且,我还把开车的手感找了回来 他说,自卸任以来,很多人劝他在参选,但他的母亲向来反对 直到七、八个月前,他多次开车载母亲外出购物,母亲看到好多人劝劲 回城时说,看样子,如果不选,好像对不起人家,他就知道母亲软化了 黄敏惠表示,他担任嘉义市长九年,各项评比都数钱断班 任内曾举办世界管乐年会,台湾灯会,国庆烟火,科学168等活动 并获全国第一个高龄友善示范城市,长照业务也连续多年获得全国第一等 他说,现任市长土醒哲非常可惜,相较于他十几年前艰困的执政环境 土醒哲拥有更多的执政资源,嘉义市公共债务也大幅降低 但他并未把握住机会与优势,且市府内部人事纷扰 市政满意度一再垫底,未有起色,就让许多市民想起他这个熟悉而亲切的老朋友 面对托党参选的嘉义市议会议常销疏力,黄敏惠表示 国民党提名作业有党内的规定与民主机制,绝不是某个人说了算 透过全民调,由嘉义市全体超级市民来决定,这是最公平,最公正,最公开的方式 而且所有参选人都可以派代表到民调现场及实测听访问情况 有问题可以当场提出,立即处理,大家公平,良性竞争 黄敏惠认为自己的优势,除了拥有正兰旗的血统外,还有过去的政绩,娴熟市政,将来在智慧4.0城市,管乐之都,云嘉消费都心,提振文化观光,青年创业就业,又因托育等政策方面,都会在过去的基础上做大幅度的跃进 他说,自己九年是长任内,除了树立人文城市,管乐之都的城市品牌之外,也找回棒球原乡的精 神,由于自己出身教育界,因此不忘以教育为优先,努力做好助弱势,重教育,就失业的工作 黄敏惠表示,嘉义要进步,大家要有投入,否则一切都是空谈 为了带动地方经济发展,增加就业机会,吸引年轻人返乡,他任内吸引了COSTCO,大润发,秀泰影城等知名企业投资进驻 创下嘉义市连续三年台湾本岛失业率最低的记录 更让他引以为傲的是,他将嘉义市文化路商圈,桂义生活村,北门义,阿里山森林铁路园区,玉政博物馆旧家 一监狱以及嘉义火车站,文创园区就焉酒公麦局连成一个轴带,不仅促进观光文化发展,也带动商机 有人认为年底嘉义市长选站,很可能是蓝黄敏惠,绿图醒哲,无党级消疏力三强鼎立局面 但黄敏惠认为,民主政治,就是政党政治,最后应该会回归政党对决,从许多人认为的三强鼎立演变为楚汉相争局面 黄敏惠是已故台湾省议员黄永青的女儿,她说父亲是个古异人,平生已成代人,她也延续父亲的传统,因此担任立法 委员期间,尽管立法院抄抄闹闹,但她秉持勤快好央夹紧托,温柔为相打台语的原则,获得不错的口碑 她认为做事不分党派,市政不分蓝绿,接下来的日子,她会不忘初衷,努力,努力,再努力 勇敢坚持走自己的路,当别人攻击我的时候,会想对方视为我好,有则改之,无则包容 黄敏惠曾担任各国大代表,立法委员,嘉义市长,是嘉义市自民国七一年升格为省侠事宜 来,第一位国民党籍市长,新和力强的她,将再次背负蓝营光可嘉义市的重责大任 编辑,唐生阳,方佩卿1070426